全球经济在疫情后仍未明朗 各国家快产业生已突破困境 中国亦加大力度发展制造业 其中动车、电池及可再生能源等行业更成兵家必争 不过,由美国加大对华出口晶片限制 欧盟对进口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 再到中国对欧盟口白蓝地进行反倾销调查 均反映出大国之间 甚至为新一波贸易战埋下弹药 在内防行业迷下 中国提倡产业升级的大方向 务求为经济常带来动力 数据显示 中国制造业战固定资产资比率 由2018年的33.5%升至2021年的44.5% 而2023年首三季更升至52.5% 反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 同时,由过往服装、家电、家等商品 发展至今日以电动车、电池和太阳能板代表 某程度反映着中国制造业成功升级 建立质量的新趋势 数据又显示 去年首三季电动车 十和太阳能板的出口额按年增长42% 而这些产品 国内销售额甚至超过了出口额 以去年首十个 即国内消费者就购买了近600万辆国产电动车 出两则仅160万辆 中国产业升级的同时 亿亿未进军 前由其他发达国家主导的行业 导致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出口减少 以致贸易顺差格局也很大 会逆转 因此在这大环境下 环球贸易紧张局势 埋下即时炸弹 蓬勃行业研究数据 亦显示 中国成品相对于全球GDP顺差约2% 为二战以来最高水平 行义估计 中国约45%的制造业产值适用于出口 对中国进军高端制造业 欧美等国均十分关注 并分队以保护主义为由 试图制衡中国崛起的速 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便实施降低通胀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当中 选择性补贴 旨在将中国制造的绿色技术从美市场挤出 同时不断增加对高科技晶片的销售 至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在去年11月与国务院副总和立峰 讨论供应过剩问题时 更明言北京对某产业的大力财政支持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威 除此之外 欧盟委员会议对中国电动车已低廉 隔墙公海外市场感到忧虑 认为中国电动车贩对欧洲电动车行业构成威胁 欧盟去年10月更宣 正式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启动返补贴调查 在13个月内完成调查 并可在展开调查9个月内 对国电动车施加临时性反补贴关税 欧盟此举例 常感到意外 皆因中国对欧洲汽车生产商来说 一个重要市场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此表示 中国受保护行业的产能过剩正在充斥全市场 并可能破坏我们的工业基础 瑞银则预计 这中国电动车崛起 西方汽车制造商的全球是 份额或将失去五分之一 事实上 对于欧洲而言 车制造业在众多工业中属于皇冠上的宝石 跟外媒统计 欧洲有1400万人直接或间接受雇于汽车 造业相当于欧盟就业人口6.1% 中国方面 商务不禁出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白蓝地 进行反倾销利调查 相关调查预计罪涨在年半内完成 由于是针对白蓝地的调查 是在欧盟对中国进口的电车 启动反补贴调查后发生 更令人联想到中方 否要反击欧方 白蓝地是中国进口烈酒中最大 种类占比42.7%来源的主要是法国 而中国亦都是法 人头马均度 而麦昆特罗和宝勒利加 佩尔诺瑞克尔的两家烈酒公司的主要 受消息影响 主要酒类生伤的股价于上周 5日亿重伤 其中人头马均度单日大跌12% 宝勒利加3.6% 而迪亚及欧迪亚和 拥有宣泥诗Hennessey甘义母起奢侈品 及LVMH 亦分别跌2.1%及1.3% 市场亦有分析指 中国市场对外国私生产的商品 越来越不开放 有些行业仍是外投资者的禁区 包括政府有更多对医疗器械等 品实施购买中国货的政策 上述的贸易反倾销 查仍有一段时间才有分小 但目前预示到的贸 争端恐怕只会日趋激烈 并为市场带来长久的确定性 值得留意的是 2018年中美贸易战 以为市场来惨痛教训 其中恒指在2018年内跌超过13% 上证综合数则大跌近25% 美股道指年内一下跌近6% 当时可谓2008金融海啸后最差的一年 事实上不论是中港股 亦或是美股 在今年开局都因前景不明而不太 利 横值在一个多星期内跌4.8% 上证综合指数内跌2.9% 只相对硬境 走软0.3% 目前在整体大环境欠加下 是大国纷纷出招自保 对于以往以众服务业为主 中国而言 加大投入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对推动 既发展更有效果 亦有助为其他行业带来正面 想 故此基本策略预期不会改变 至于贸易纷争 最终赢家仍是个未知数 但所带来的不确信货 将令股市身先士足 要从低谷爬上来就更加寸 南行 星岛申诉王将推出全新项目区区 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 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 递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浏览区区有申诉活动 耶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留更精彩内容